小熊多了,讲故事 骄傲的天鹅 公园里飞来一只天鹅 众鸟像朝圣一样的 前来质疑亲切地问候 它们都为自己有新来的邻居而高兴 但天鹅身着自己长长的脖颈 抖着全身洁白的羽毛 对众鸟的到来爱理不理 一只绿孔雀飞过来 张开全身的绚丽羽毛 围着天鹅表示着友好 天鹅呢,侧转头说 你的这身打扮让我觉得你很妖艳 很俗气 孔雀一听啊 开瓶的羽毛一下子收了起来 它疑惑地看了天鹅一眼 兴兴地走了 黑天鹅说 自己的族类来了 便举家出洞来探寻 远远地看见白天鹅悠闲的漫步 就发出鸣声 飞快地朝白天鹅跑去 白天鹅呢,看了它一眼 漫步惊心地说 哎,我还以为你们到这里这么久了 羽毛已经变成白色 原来啊,你们祖先的黑色 你们还在继承着 没有脱去啊 黑天鹅一家听了 张口结舌地说不出一句话 野鸭来了 被白天鹅斥讯为野性难改 鸳鸯来了 白天鹅说它们儿女情长 难成大气 猫头鹰来了 被白天鹅说成故作深沉 招摇撞骗 公园里的鸟往往成性而来 扫性而归 几个月后 公园里的鸟搞聚会 叶鹰在轻轻地歌唱 山雀在泥浓南语 白鸽囊在咕咕地交谈 鸟们欢愉的情绪 使得整个公园都热闹起来 大家都忘记了天鹅的存在 这时候 天鹅在远远的地方暗自流泪 此时此刻 它才明白 是狂妄骄傲这柄利剑 斩杀了它的友谊 成全了它的孤寂啊